7月29日下午,重庆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 介绍重庆五里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深移有关情况 7月28日晚,在中国福州召开的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 中国提交的重庆五里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项目 通过边界细微调整的方式成为世界自然遗产 湖北省农价的一部分 五里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重庆市乌山县东北部 与湖北省农价自然遗产地接壤边界约9公里 总面积35,276.6公顷 2013年6月,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重庆五里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植物的王国,也是动物的天堂 已发现围管植物3001种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1级16种,2级64种 已发现鹿生脊植动物447种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级17种,2级63种 重庆五里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于2017年正式启动申报世界自然遗产工作 通过前期调研,多方协商,专家研讨 最终确定五里坡深移路径为神农价世界自然遗产地边界微调 专家组认为,神农价世界自然遗产地拥有中国最多样和最完整的动植物群 包括一些非常罕见和特有的植物物种 而与其相邻的五里坡保护区,有着800多种神农价没有记录的物种 五里坡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湖北神农价的一部分 为神农价遗产地新增了7个植物群落,4种宾威物种 增加了神农价世界自然遗产地重要物种种群数量 重新五里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拿入 将加强对重要狼道和稀奇地的保护 使物种能够在湖北的神农价森林 五里坡自然保护区的卡斯特森林 私地,以及具有重要植物学意义的大巴山之间 自有交流和迁徙 重庆乌山县相关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重庆五里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为世界自然遗产地后 不是深移的结束,而是更好保护的开始 乌山县将认真履行,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不断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 保护好五里坡自然保护区的生物物种 维持整个自然保护区的原真性、多样性 为子孙后代留下宝贵自然资源财富 目前我们已经成立了五里坡世界自然遗产管理办公室 同时与湖北省、神农家林区政府、八东县政府 建立了这个博西渔冬、比林的自然保护区的联盟 形成了联动的保护机制 据了解,重庆目前由乌山五里坡、五龙喀斯特、南川金佛山等三处世界自然遗产地 和一项世界文化遗产大足时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